为了彻底变成汉军 杭景付出了常人所不能想象的努力 杭景一心想要离开北溪 于是我带他去了苏联 在切除我们组织之后 便有了加入我们的志愿 为了完成考察任务 他变成了另一个人 我的孙女韩军 多年前不幸失踪 我始终不敢相信这是一个事实 所以 我一直都没有公布他的死讯 盛先生 谢谢你配合我们的工作 你应该叫我爷爷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真正的圣汉军 考察任务 就是杭景 作为红色资本家 圣老爷子的孙女 圣汉军 配合我前往南方 以创办圣氏鲍也为眼红 转移爱国人士 为了彻底变成汉军 杭景付出了常人所不能想象的努力 对他来说 这不单单是一次任务 也是一次重生 华吉封 虽然还不是我们的正式统治 但自小在南方长大 对当地的环境也很熟悉 还有呢 跟你的配合也默契 是完成这次任务的最佳人选 另外 你们两个需要加班成夫妻 这样才不容易暴露 这是小克 他的父母也是我们的统治 在执行任务中牺牲了 从现在开始 他就是你们两个的孩子 原来这些年 他经历了这么多 你根本无法想象 杭静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 他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他付出了多少 但是可惜的是 他现在焕然异性 有数重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